他這個地方是先突破的先過高點 也就是大盤還沒有過高點 他已經先過高點 這個就是一個強勢的股票的表現 那強勢整理就是下個禮拜 如果他這根 他持續守穩在這個低點 他沒有破的話 表示這個強勢整理的格局就形成了 那強勢整理完以後 代表他後面還會再創新高 大家好 歡迎收看乘風破浪 我是Jenny 大家好 我是劍邢老師 老師 你這禮拜報的股票 實在太準了 尤其是群聯 還有蓮陽 宏傑柯 巨友 這四檔都是標標標欸 建雄老師 我想請問你 下禮拜的台股大盤走勢 應該要怎麼看呢 這個禮拜大盤是呈現一個拉回 但是整個下個禮拜 我認為行情開始 會慢慢的逐底往上 為什麼會這樣看呢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整個大盤我們可以發現到 基本上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做整理 就像是這個月線一直往下壓 月線往下壓的情況之下 行情攻上去就打下來 或者是攻上去 然後被月線往下拉持的力量 讓這個行情又往下面做拉回 但是呢 月線呢 在這個禮拜呢 它開始慢慢的出現了 扣底這個低值這個位置區 所以呢 它開始這個禮拜 下禮拜它開始要扣這個低點 所以呢 月線開始慢慢走平 然後開始慢慢會出現翻牙 所以也就是下個禮拜 整個大盤如果說 基本上它沒有再出現重挫 甚至它守在這個 下引線的低點的話 那這個月線就會開始走平 開始往上揚 月線如果往上揚的話 它代表一個中多的格局 所以下禮拜可以特別留意到 整個台股呢 這個地方震盪主體的過程裡面呢 開始有翻多的跡象 那建成老師我想請問你 下禮拜有哪些個股呢 有一些獲利的小秘密 可以提供給我們投資朋友呢 好 我想呢 股票選擇非常重要 我們這邊準備了幾檔股票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8.299的這個群聯 你看群聯這個禮拜呢 連續性的一直往上拉伸上去 它股價相當的強勢 那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假破底 假破底呢 假破底就會增穿頭 增穿頭的意思就是呢 它會遇過這個高點 遇過這個高點 所以它就突破上去了 當然最主要就是因為群聯呢 它基本上是一個 Netflash的概念股 最近Netflash的快閃經濟體 所以報價開始從持平開始往上 那群聯它非常多的低價庫存 所以只要這個報價一往上 群聯就會開始搭賺錢 所以它的股價就開始往上拉伸上去 所以下禮拜注意到 這一根長紅的二分之一 如果它沒有跌破的話 這兩個我還是持續的走高 還持續看漲 這是第一檔你要注意的股票 那我們再看下一檔股票 好 3014這個聯羊 聯羊呢 我們知道它是做什麼 快充的這個晶片 那我們知道最近呢 蘋果開始要推出新機 那蘋果推出新機以後呢 都開始用Type-C的這個規格了 那所以呢 快充的這一部分來講呢 開始市場上開始留意到這個焦點 那目前來看呢 快充的晶片來講 就聯羊這一家公司在做的 那也就是說聯羊這檔股 你看它股價 這個禮拜它已經 來到這個前波高點這邊 做個震盪洗嘛 而且過高點喔 那重點是過高點 你會不會覺得它在追高 有一點感覺 對 其實呢 如果我們看它的本業來看 它去年EPS大概賺7塊半 哇 很多 對 但今年呢 可以成長到10塊錢 哇 更多 對 如果說呢 它成長到10塊錢的話 目前股價在160塊錢左右 其實它本業比就16倍而已 嗯 其實呢 在整個電子股來講 它算一個比較低本業比的股票 所以看起來 不要認為它漲很多 這樣賺5洗一洗以後 還會再創新高 好 所以這檔賺5 也是要特別留意到 這個禮拜呢 可以留意它佈局的機會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檔股票 3588的這個通家 通家我們看它會做什麼 它會做這個電源的管理IC 那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電源管理IC這一部分 因為整個電源供應器呢 出現了比較大的革命性的轉變 也就是說電源供應器呢 原本一般的伺服器 大概只有1顆到2顆 但是它們都要全部申請到6顆到8顆 哇 所以顆數增加 瓦數也增加了 所以我認為電源管理IC 會重新的設計 那你看它最近的走勢 那你看它這個地方是 先突破的先過高點 也就是說大盤還沒有過高點 它已經先過高點 這個就是一個強勢的股票的表現 那它過高點完後 目前這個拉回量 在拉回的時候 量都開始縮起來了 所以它拉回量 所以完以後呢 基本上它拉回都沒有跌破 這根長紅棒的1分之1 雖然還算是強勢整理 那強勢整理就下個禮拜 如果它這根 它持續守穩在這個低點 它沒有破的話 表示這個強勢整理的格局 就形成了 那強勢整理完以後 代表它後面還會再創新高 所以像這種個股 也要特別留意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下一檔股票 好 PA的股票 這個8086的這個洪傑科 洪傑科我們知道 它是做PA的 也就是說 也是功率放大器 也就是說呢 它跟手機有很大的關係 那手機呢 目前的庫存已經慢慢在消化了 在今年9月份以後呢 整個美國的這個升息 可能告一段落 所以升息進入末端之後呢 市場上的這個氣氛會開始改變 原本大家會覺得說 因為通膨的關係 所以大家不敢消費 現在開始通膨 如果說 它開始這個 不再升息的情況之下 停止升息了 那表示 景氣開始慢慢要回溫了 所以像手機庫存 又開始慢慢下化掉 所以它的股價就開始 領先先突破這個前波高點 像突破前波高點的話 這個地方它有個跳空缺口 這個缺口如果下禮拜 它沒有回補的話 它屬於震盪走高的模式 所以像這種個股呢 也是要特別留意 這些股票呢 都是下禮拜呢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注意的焦點 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都有專心聽老師說 所以我先幫大家做個總結 第一個呢 就是大盤震盪打底 不殺低 我們必須逢低不拘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快充跟高速傳輸的 PA族群看好 第三個呢 就是留意高價股是否轉強 那如果各位投資朋友 來不及筆記的話 像我呢 記憶力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趕快拿筆記 或者是將我們的影片看三次以上喔 然後如果想要收到我們 劍雄老師每天的精準投資資訊 請趕快加入 劍雄老師的唯一官方LINE 還有呢 就是想把握每次低檔布局的好機會 要趕快打02-2781-0909 02-2781-0909 給我們的助理 還有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個禮拜見 掰掰